大家好我是PandaBun蛋和Mao 歡迎收看近來搞什麼的每週個人遊戲記錄 來到2013年第42週 本來本來有點擔心沒什麼玩過 不知道有什麼可以跟大家分享 但又幸運 事源就是這隻The Mighty Quest for Epic Loot 狗為了的遊戲 其實這兩個星期我都沒有什麼特別玩 但我每天都有上去好像大家玩Facebook遊戲 好像種了一些農作物收割 每天都上去收錢 那錢拿來做什麼呢? 就用來升級一下自己的城堡 升級一下怪物 但我沒有什麼去打過其他人的城堡 我一直都一整個星期 沒人打過的城堡 但前兩天上去查 發現城堡在那兩天之間被人打了五次 所以借機可以跟大家說一下遊戲 由於之前一邊玩的時候 升級到城堡擴大 但是沒有足夠資源 把所有我用的怪都升級到城堡的級數 所以就算我放多一些怪物 但怪物的等級不夠高 也只是放多幾個豆腐 所以別人進來都很容易可以殺到怪物 這樣 但這段期間我慢慢把怪物的等級 提升到大部分 暫時是他們 我現在這個等級可以去到的最高級數 雖然叫做等級好追上來 但面對裝備好的玩家 尤其是對著騎士 都不是很阻礙他們 唯一就是這隻霧頭騎士 近戰攻擊比較高 就算面對比較厚夾的騎士 一刀割下去也扣了四分之一 但由於這隻高級的霧頭 就走得比較慢 如果沒有其他怪在幫他做喘妖 他自己單釘一隻就很容易被人避到 不過話雖如此 這隻24級的騎士 來打我這個22級的城堡 結果都是被開到門 雖然只有兩顆星 但都已經足夠開到最後的寶箱 我由於儲存了很多錢 所以給他獲了一萬多元 高跟LIFE FORCE 不過其他人就沒有這麼幸運 好像這隻戰手 其實一直都打得不錯 但來到這裡 發現我無意中在城堡裡 做出了一個很致命的連環陷阱 就是當他打第一批怪的時候 由於他想兜過那隻放盾的怪 擾他後面殺那隻補血的怪 但是擾他途中 就被那隻放拳頭的怪 一下子推到第二批怪 推到第二批怪 把這兩隻會推人的單眼怪 就推到第三批怪 結果在野蠻一大堆 包括有兩隻放盾的怪 和一大一小的補血怪 無論你打得不錯都沒用 整班人圍著 你殺也殺不到 因為那隻放盾的怪 是會短時間令不近的怪無敵 在這個時候 如果補血怪放過範圍技 寄出來補血的話 你又來去不和 同一隻戰手有來第二次挑戰 你看到他真的玩得不錯 避這些攻擊、戰手、拳頭怪的攻擊 全部都避開了 可惜去到Boss Room 雖然他避過那兩隻大勾怪的攻擊 但是只剩下半行血的情況下 只剩下一箭 只剩下一箭 那隻大的Elite戰手的箭 就已經足夠死人了 那這隻升級了的Elite葡萄頭戰手 就真的攻擊力比我想像中還要高 那不單是Archer 就算是騎士 如果一個不小心 把三堆怪都動了 結果都有點類似 又是兩隻放盾 再加上補血怪 再加上補血怪 再加上補血的情況下 你都不知打哪隻好 當你想打那隻補血怪 的時候 放盾怪走過來 又令你打不進 當你想打一隻放盾怪 那補血怪又幫他補血 結果都是被推來推去的情況下 都是逃不出這個生天 就算這隻騎士有一招範圍技 可以一次過燈光很多人 和滿開很多的敵人 但那短短的時間 除非你的級數 或者你的裝備很好 也不夠時間 讓你殺任何一隻怪 擾養了很久 結果都是選擇放棄 被推到一邊 他都不反擊 所以就輝輝吹吹完 接下來又是Fever 入球分享時間 這球是阿星奴的時候 阿迪達的一個佛球 對著愛華頓對電腦的時候射入 這球是我這一代第一球射入的佛球 在26碼左右偏左的位置 右腳射入 這球呢 他就越過人場 他的人場好像沒有跳 但就算有跳 我想都應該夠高度過人場 角度也足夠 龍門撲進都救不到 第二球呢 就用英冠球隊Bernley的時候 挑戰朋友的曼聯 看到這個瘋馬尼 在禁區頂 一個急停避過了 近來攔截的卡路的黑 就推到俄眉月 裡面右腳躺射 彎過龍門而入 這球呢 就是不算很漂亮 但是我入的 可能是第一球 Finesse Shot Finesse Shot 即是按住RB來射 一個特別準 多數會變成躺射的動作 射門 人家就說這樣射 就很OP 很容易射入 但我不知為什麼 我用Finesse Shot 就經常射不中目標 這次可能是第一次射入 再來又回來阿仙奴 右閘的沙加拿上來 助攻彈給中間的機奧特 見人多就馬上回傳位書 再彈過來左邊的基比斯 這邊較空的情況下 基比斯推多兩推 看到費蘭尼近來 打算攔截 可能不允許叫他 中路用右腳起腳 基本上有一個左腳的球員 結果起一隻右腳 又有得射得這麼漂亮 最後就跟大家看看這一球 奇奇怪怪的一回合 舒治斯尼接到球之後 打算大腳開三球 一腳就抽到小雲獅前鋒的手 他有神速反應即射 好在就射不中龍 這個星期也看到Payday 2 終於肯減價了 我們就去下載DEMO來試試 但不知道是DEMO的緣故 還是我一開始的Gear 不足夠 那我玩上來 就比我想像中 沒那麼和平解決 我以為可以進去 叫人趴下 不要動 可以挾持著人 慢慢開夾 但不然 就算我拿槍去指嚇 守衛 他們都很神勇 就馬上拔槍 射回我頭 除了10Q之外 就算平民有時候都很英勇 一支槍指罪 他都不肯趴下 我以為要推一推 趴下 誰不知一推他 就趴下死了 扣我3000元 還有一支槍指罪 原來找索帶綁人 是有限次數的 我帶了兩條索帶來 綁得了兩個人 不知道有什麼位 究竟綁住人 有什麼好處呢 雖然我很喜歡這個 可以這樣做 這遊戲比我想像中 更加是objective based 你主要是專注去做你的任務 基本上 就是打劫銀行開夾慢 某程度上 不需要四處走 好像多時走到天台 結果就被人伏擊了 周圍走 似乎是令你被殺的機會提升 這遊戲給我一個 很想起Lad for Dead的感覺 因為又是四個人合作 而且當你被人打掉 打到受傷 跌在地下的時候 你的隊友又可以過來救你 但我相信一關之內 如果你死掉 跌在這裡三次 然後就會死 跟Lad for Dead也是類似的 經過幾次嘗試 玩多了熟集之後 我終於捱得到 開到夾慢 進去拿錢 但電腦的AR 就真的不太行 在我逃走的時候 撞著這個握防暴盾牌的警察 大家在正面射 我決定打到後面 幫我兩個隊友解圍 誰知道我兩個隊友 又把渣盾的人拖到我那邊 弄到右邊回到正面 我又要打到後面 結果就在一打三的情況下 被人打掉了 幸好電腦在救人方面 因為我暫時都沒有遇到什麼太低能的情況 因為是Lad for Dead 電腦不來救你 或者走過來又救不起你 之類之類 暫時沒有遇到這些情況 每一次我下降了 電腦都很努力地衝過來救我 而我理解 這遊戲的警察 基本上就是一個Wave 一個Wave 一波一波一波 所以當你完成任務 準備逃走的時候 清完一個Wave 就差不多是時候 就應該出去逃走 我不知道我是只有一個人玩 還是怎樣 總之我帶了一袋錢 我不知道是不是應該回去拿更多 但最後我已經逃走了 最後跟大家說說 不是一個遊戲 而是一個Steam的program 叫Steam Family Sharing 用意是讓你家人和朋友之間 可以不同的帳戶 去分享遊戲來玩 詳情當然請參與Steam網站 各樣的解釋 但簡單來說 他就容許在你的帳戶 當你的朋友 批准了之後 你就可以玩到他的帳戶的遊戲 當然不是百分百 什麼情況下 什麼遊戲都會玩到 第一就是一些 需要多層DRM 例如EA的遊戲 或Rockstar的遊戲 你需要一個Rockstar的帳戶 或EA的帳戶 多數就分享不到 或者額外某些 可能某些 發紅商不想 你這樣分享遊戲的 都會 沒有參與這個計劃 第二就是 當你的朋友 在玩一些他的遊戲 你當然就不能搶著來玩 譬如你朋友是有NFD 你沒有的 你可以在他不是玩NFD的情況下 開NFD來玩 但他突然心血來潮又想玩 你就會被踢出遊戲 有幾分鐘 提醒你 說你要走 因為你朋友 開始玩這遊戲 一般情況下 你朋友買了的DLC 你也可以享有 但你當然不可以 用你朋友的帳戶 來買任何遊戲 或者DLC 這個計劃 當然還在BETA測試的階段 當然還有很多錯流 或者什麼 有些人回報 說 大家都有那個遊戲 但當我們一起玩 就有一方 又會被踢出去 這樣那樣 當然是有很多問題 暫時 但畢竟這個program 都可以讓你和朋友 分享一些單機遊戲 起碼 要連線多人一起玩 當然要一人買一份 但單機遊戲 你等得的話 你和朋友 就先夾訓 你玩 到你玩完之後 我就可以玩了 所以就算是 還未完善 我覺得 都完全是一個 增值的計劃 如果大家有用Steam的話 不妨去研究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 跟你朋友分享 下個遊戲可以多玩 你之前 想玩 但又沒有買 或者又 覺得想 值得給這麼多錢去買的遊戲 今個禮拜 近來搞什麼 又到此為止 我是PandaBunner 紅毛 謝謝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